8月1月的晚上吴世勋终于又更新了INF,等了吴世勋快十几天,那时间才怕到吴世勋再一次的更新INF,吴世勋能不能学学中人妮妮,让爱丽们不要等太久。 这一次世勋晒出的合照,是与前辈们的合照,世勋和前辈们的关系真的很好,很感谢前辈们对吴世勋的照顾,世勋晒出的合照里面有大声留在世和前辈金中民还有安在世前辈,世勋配上文字干杯,好像是在庆祝什么? 和前辈们待在一起的吴世勋像是鬼宝宝一样,吴世勋发出来的照片也是颇有亮点,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吴世勋居然把两只手放在金中民前辈的腰上,一脸娇羞的在金中民前辈的身后站着,金中民前辈用手比了一个大大的棒棒呆的手势,霸气十足。 因为金中民前辈的霸气十足,显得吴世勋在金中民前辈的身后更像是一位娇妻,混穿金中民前辈的衣服,大家是不是也像被吴世勋这样搂着腰,和安在世前辈合照还比着威的手势,笑得可开心了。 看照片吴世勋和前辈,金中民和大神刘在世都身穿便服,只有安在世穿了一身绅士的西装,额头上还佩戴了一个配饰一样的东西,看起来是在表演什么一样。 经过小编的深入了解,原来是吴世勋和两位前辈,刘在世和金中民,一起前往去院去支持安在世前辈的音乐制之家歌曲了。 果然是我们的义气男吴世勋,全员的大合照中,又暴露了吴世勋穿拖鞋是事情,话说吴世勋怎么这么喜欢这双黑皮拖鞋。 大家都知道,吴世勋和金中民前辈和刘在世前辈还有安在世有过合作,侦探型的节目犯人就是你。 吴世勋也因为这个节目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前辈们,节目中的成员不光有安在世前辈和大神刘在世和金中民和可爱的吴世勋,还有我们大伙的电视剧,金秘书,怎么这样的女主角飘了影音,还有搞笑的李光珠等等。 吴世勋在EXO里面是团宠,在犯人就是你,的成员中,也是妥妥的团宠。 在犯人就是你中吴世勋胜负欲爆棚执着于抓娃娃,李光珠在一旁一边教训吴世勋,但是有一边给吴世勋剪让他抓,这不就是宠吗? 看到吴世勋和金中民前辈和刘在世前辈在一起去看好朋友,安在世前辈的音乐剧,大家都被犯人就是你,的成员的友谊感动到了。 网友们也在开始发出疑问,犯人就是你,第二季要开始了吗? 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EXO没有回归的日子,好想念吴世勋,坐等犯人就是你,第二季的回归,已经迫不及待的看这一群有识傻的让人啼笑皆非又是又聪明的侦探们了。 文章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网络。